按著頂 搶掉對方的腳下球 就是趟地球入網 1-0 王三的神這場球變陣了 因為卡根諾夫是停賽 所以又是麥基昂擔任中路首將 初段的發揮不錯的 同時閃電打開了紀錄 但後來的演變真的很多人都想不到 一直看下去 好了 看到利安隊員13分鐘就頂進 再送給大家一個他們最拿手的後空發 1-1 包家耀將高球斬到遠處 王國斌再勾到中間 你看看 近方都頗好 這場球舉行之前 剛代表香港代表隊出現新加坡 2-1 王三的神智又再到領先 不要緊 在右邊有一次攻勢 神智斬到中間 又很快 頭脫又變回一攻 由朱兆基近門又追回成平手 2-2的平手 輪运戰之下怎樣 最後由哥連絲 左腳在近門狂抽 3-2的紀錄 又領先 大家不要忘記 這只是上半場比賽時間 3-2就是上半場的紀錄 到了下半場見到 洛迪送一個斜直線 麥基王就搏捕著對方 前鋒球員一路走進去 這個球大家都跌在地上 球證 莫悅強就說 是麥基昂抓人犯規 大家轉身同時間起步 有沒有抓呢 這個時候很難察覺到 十二馬就給了 由利安道射 真的也是 作風很順 算成3-3 這個風番比上半場更精彩 他頂一波一波 其後還有一個爭議性的十二馬 就是這個 在禁區裏面出現的 又是利安道比 是因力見撬跌的 這個旁證和球證的判決 令到神聖的球員很燥 好像上海山花的球員 也是圍著這個球證 旁證是爭鬧這個十二馬 但是一樣照比 繼續由利安道射入 射成4比3 利安道是演出的女子氣化 兩個十二馬加一記頭鎚 比賽時間還有十分鐘 但完場之前 神聖得過佛球 沒有人看的三度視線 這個也很漂亮 網上角是入網 這個入球在現場前的五分鐘 是射成4比4的 雙方都有四個入球 這場球 換言之 這場球雙方打成4比4的平手 這場球在小西灣的賽事由南華對劉鑼 比賽當晚下足無無勢於場地濕滑 這位是仙奴 南華的新門將 同日在劉鑼匹 也有兩位新球員 包括這位安馬遜 其實安馬遜 天宇老闆 手門員 解不到位 將球打出來 由潘明安 就是四合 雖然落後緊 不過質素 南華的確是高一點的 這球撞回來了 由謝利表直線 李施明有熱衛的嫌疑 但是龐正的示意比賽 繼續 李施明再傳出來 由歐偉鑼 是四合 15分鐘的時候 追回一比一平手 南華 但是當時龐正亡保安 就要試這個球撞回 我們覺得有少許的嫌疑 從盲鏡看 謝利一比 我們不能夠看到 李施明是否說 比了球之前 或者之後才越過對手 但是因為距離幾個新位 是有這樣的嫌疑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入球是肯定的 1比1 接著謝利開個角球 看到有風 主要這個球 在人堆當中 是良性的撞入了 但是大家留意 開個球的時候 當然它有少許西 但是大家看到那些球衣 吹向 因為順風那邊 這個球很西 從高空吹回來的 入完第二球 又有第三球 臨遠上半場 加連盲域 是入多一球 成為這個3比1 當晚的觀眾 就真的比較少了 好了 再次進入下半場 看來這個投球 有些機會 守門員 鄭家良是救不到的 沒錯 由陳浩敏 在下半場的中段 是頂回入 吹回比較接近的紀錄 接著又看加連盲域 面對著海撒 過不過過呢 推回一個大位 一迫迫回來的時候 人對中 哎呀 警戒落到他的腳下 但是最終 這個球不是他入 最終由謝利 是埋齋 4比2 藍華是全取3分 他跟我們一天晚上 王國祥 雙鳥娛樂 頭場是潔志 保濟縣 紅衣 保濟縣 這場比賽 也在塞滑的場地上舉行 哇 這個球漂亮啊 黃蒙輝 安尼頓 大家來過未來眼去 安尼頓 打個後抽給黃蒙輝 15分鐘 這球真是漂亮 沒得救了 麥國輝沒得救了 這個入球 真是很漂亮啊 這個入球 巴西球員 就有一些神來之筆 打個後抽 給後賞六號的黃蒙輝 黃蒙輝 剛剛踏正的步 左腳就是 一比0 一個精彩的入球 保濟縣 打開了紀錄 潔志 實力和保濟縣 大家其實 嚴格來說 是差不多的 黃蒙輝 黃蒙輝 彈入了中路 這個球是五球 但龍門出 何曉忠出的時間 慢了一點 結果被周錦信 多謝一聲 然後是鬥入了 慢流進去 一比一 這個球真是得來 全不費功夫 潔志攀平 這個球 是傳來對方龍門出營的時間 判斷出錯 很快 很快 何曉忠是廣正的龍門 這個球員潛質不錯 他的經驗是上淺 好了 至於看我們來到這個佛球 射得漂亮 這個球 守門員麥托輝更厲害 知道有志一著 飛身拖 把球拖走 雖然大風有雨 但仍然有熱情的球迷恐嚇 上半場打完賽事 進入下半場 這個球我開了 中間看到有人批倒 終於盧耀洪忠解惠時候 但留意方法 剛剛在白界線 在白界線吹這球入球 我們不應該對他有任何質疑 因為最近的角度是他 當時羅智峰一批一批那球 過來 看到李振輝 黃智翊都是走出中圈試 那球入球 我們再看慢鏡 判斷這球究竟是否入球 一頂的時候 中間有一批一批 轉方線 守門員拿不到 那球彈進去 盧耀洪在白界裏面 把球收到空 跟著把球升出來 但方法唯一 站在白界線上面 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有他這麼準確 所以我們不應該質疑他這個入球 沒錯了 包括我們幾次的慢鏡的重播 現在洪山的保濟縣是落後的 這個球都吹罰了 但盧耀洪呢 聖過擺球 一開又禁區 過了這個黃鴻輝 你左腳射了 如果球證不吹回 轉頭就2比2的了 但有球證 當時都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球開了 剛剛想被派李偉和 李偉和出來犯規 看情況 就似乎就 剝削了保濟縣這個入球 李偉和因為累積到王牌 是被趕出場的 球證看不到這個球開球的 放下就開了 很巧合 這個球 對保濟縣不利 他們這場球結果是輸了 蔡佑我們訪問了教練 朱志剛 他也向圈內人呼籲 要再次重視 執拾球證的水平 球員有嚇一跳 球證也有嚇一跳 球證也有嚇一跳 我第一次見 有些球開了也回頭 好像那球問題球 應該就是 你的利益是歸於工方 他又回頭 你回頭 你當球進了禁區 你才回頭 是對工方是不公平的 記錄就選了,輸了,希望大家都正視一下,不然將來投資在搞足球的人越來越少 記得,傑志在去屆季初的時候,打得非常之好,令人真是非屎尿所及 有一直是贏了好幾場球,但今屆似乎差一點 好,這場球終於打到今屆勝利之門,但仍需努力,因為現在的賽事只是第一階段的比賽 沒錯,這兩支球隊加上流浪,應該在季初的時候都預算了機會在下四的比賽 實力是其他球隊比較強,三隊之中,我認為流浪的演出是比較好 若非他們放了這個灼灼,轉為東聯聯合,他們的實力應該更完整 好,這節的時間已經到了,回來除了一場本地的連賽看之外 認出一場是JD的連賽,東西岸明星隊的對岸賽,待會見 近期備受傷患困擾的法逆通,以半力迎戰於遠,賽果私人不以置信 昨天世界,金冠軍在法逆通對遠的賽事是大相上陣 但在開賽之前,看他似乎沒有什麼問題 主席楊健威,新入選廣東球員,這場賽事也是打正選 佳欣,迪欣和馮繼子都不能上陣 另一位是吳偉超,是前廣東省卻吳展公子 不錯的,他這場賽事也是鎮守中路的 比賽開始了 六三就遠了,首先是蔣世豪拆斷這次攻勢 打到上半場是接近中段的時間 布列治一比,卡路士回到後 後半的郭文迪順脚抵埋,抽射,這個球很漂亮 接近三十分鐘的時間,郭文迪世界的球 看遠的打開紀錄,這個球很漂亮 輸國基是伸手不凡的龍門,都是沒得救的 這些入球,老實說,除非龍門知道球是射的角 而不是真的怎麼飛,沒得飛的,入緊的 真是一個很精彩的入球,魚丸領先一比零 打開決口之後,魚丸好打 因為他們今天是面對殘陣應戰的發洛通 應該勝算率的機會是較高的 布列治一是假腳仰兩樣,是出到的地球 打如阻腳一射,輸國基都擋出了,沒有遠 幸好沒有人撿,馬上出來撿這個球 潘耀卓 蔣西豪右位直線,這個球 郭義雄一射,超過基,擋出 幾乎擺烏龍,林慶倫這個球 擋出武遠,布列治右腳射過去 散了林慶倫的身體,幾乎擺烏龍 幸好這球出了底線 魚丸教練陳同平 好,接著是魚丸的攻勢,右路來了 看看怎樣 魚丸不去,比回後 好,接著一個高球打在中間 兩個都頂不到,漏勢 接著投球一批,好厲害 投球一批,卡路士 卡路士很雙蓉踏順步 右腳射入這個球 二比零了,魚丸贏到 好厲害 這個球呢,這個球呢,就是 批頭鎚捲過去給他 這個布列治,捲得很漂亮 先先,兩個都頂不到,從高二落 是陳志康來的,原來陳志康的頭鎚 輕輕點橫了,給卡路士射成二比零 沒想到呢,在上半場打到三十幾分鐘 這個園有兩球在手 那麼,法律都有點困擾了 真的打來,好像不是得心應手 看大一點這個球 魚鶴文都射得漂亮的了 但是又被家父李躺到 楊希致的傳宗,那個位置都恰到好處 絕對是做足了功夫的了 郭嘉明還戴眼鏡出來 以往呢,他沒有戴眼鏡的 今天戴眼鏡,弄得輸到兩球 好了,但是賽事還沒完 因為呢,只是四十分鐘左右 又一次的進攻 這個球呢,幸好是出了去 收穿完蕭國基的表現其實不錯 其實李偉文的近方也挺好 進入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這個球呢,蕭國基手錘一打打出來 從高二落,添下來 留意一下這個球又是一個漂亮的球 郭文貴今天腳鎚相當順 雖然腳鎚順之外 都要有這樣的攻架才能射到的 這個球在上半場的保時階段入 這些球真是守門員很難搶的 當時呢,在角頭開出來 整隊人呢,是在禁區裏面 而那球彈出來呢,剛剛彈地 郭文貴用右腳硬正的球一直飛望角 這些球真是沒得擋的 上半場呢,法逆通落後三球 這個球進得很致命 看看下半場的比賽怎樣進行 又是在中路一個突破 鋪裂子 過了吳敏超 過了包丑的青道夫林兴倫 蕭國基出來,被他們倆過了 真的有點運 落在他的腳,然後打入中路比卡路 頂成4比0 戰果一面倒 追就真是沒得追 實力一下,怎能容許少了四至五個主力的球員呢 原本就出生了這些主力的球員 跟對方都是慢慢緊要打的 只有五個球 一少了這些主力的球員 完全是不同了 整隊球都完全是削弱了的 紀錄現在是4比0 這三分的積分沒有緊 問題就是在剩下的比賽時間 會不會是有入球呢 要不然呢,落底線就給中路 奧拉利好出來都差不到球 楊建威這個球都差過去 所以中間是有自己的球員 改變這個方向就是破打壓 張耀倫就是建功的球員 但是真正起腳就是由建威 沉到底線,整群球員都縮在這個小禁區裡面 中間是改變了方向的 小禁區裡面當時有四個是 院和發役東的球員 這個時候,院也換入了羅繼華 羅繼華受傷 既然戰果對勝負沒有什麼大影響之下 就換了進來 他換了進來之後 在右手邊也有表現 憑他的體力壓贏了對手 然後落底線送入 是小禁區裡面沒有人看的角落 寫成5比1 奧烈倫今天不能入球 不過他的輸送 的確是為隊友製造很多次的機會入球 快通了,最後一擊了 如果問,後來就扣了兩人,最後都寫了出界 這場球大敗之外,郭家明也通過總結這場球快通的演出 我打算最主要是我們三十分鐘打得很好 但是一二院就入了一個球 跟著三分鐘再入第二個球 那裡就比較致命一些 我相信無論在經驗方面 或是球員的能力方面都移好 我們缺乏了很多個主席球員 防守,前面的兩個 起碼就差一點 這樣停了去就香港隊 對各地球會 你覺得那個情況是否真的需要這樣犧牲 我覺得停了沒問題 不過香港隊已經要我們七天的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他不是要七天的時間 起碼有三天時間給我們的時候 情況會比較不同 經過八週的聯賽 神希目前依然不敗二十分高的榜首 魚丸第二 髮液通第三 南華是第四 東聯二入排第五 流浪是第六位 結智第七 而保濟院是暫時排在榜末的 至於聯賽賽程 今天將會有四場的賽事 其中限了三四場 旺角場就是神希對髮液通 而星期五也有兩場賽事 在旺角場上演 就是神希對結智 保濟院對魚丸 而星期六 旺角場有流浪對髮液通 以及東聯二入對南華 西岸明星隊對東岸明星隊比賽 也吸引很多球迷 這場出場的球員 是東西岸的精英 藍三來自東岸明星隊 球開出雖然門柱撞出來 但是西澤順義就是建谷 一比零 藍三的東岸領先 但是第一階段最佳球員 是深度寬廣 即是射回靚球 西岸明星隊追回1比1 到了下半場 西岸明星隊 真是入球數字 一個跟著一個 先由西澤明訓射成2比1 而東岸明星隊的外援球員 道途 也是替球隊追回2比4 還有9分鐘的比賽時間 效力搭板 從下的吉原弘泰 是再替球隊下一城的 這個就是5比2的入球 結果這場被抗衡結束的時候 和三個西岸明星隊贏5比2 這場的水準當然很高 非常廣告